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三分鐘概念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這個Maluminum Hydrate 和Sodium Boron Hydrate 想不到時至今天還是有老師會教錯這兩樣東西 不少老師都會說這個Maluminum Hydrate 它能夠做到的東西較多 可以減少到Exit和Audi系統 但相對於Sodium Boron Hydrate來講 它做少一點東西 這個Sodium Boron Hydrate 不能夠減少到Exit 就會說我們只是幾個就算 又或者是比較recommend 用這個Maluminum Hydrate 其實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 我就會比較 怎麼說呢 屎虧一點 我會看一看考評局 在這個Sodium Boron Hydrate裡面 到底說過什麼 大家看一看以下這一版 這一版其實是在2016年 轉syllabus的時候 做過一些syllabus requirement的改動 這份東西不是我打的 是考評局打的 你看一看下面這個位置 第五點這個位置 本身在舊有的syllabus裡面 其實是沒有Sodium Boron Hydrate 是後期加上去的 無端端加些東西上去做什麼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DSE的syllabus上面 沒有什麼斜加東西 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是斬走了些東西的 這個Sodium Boron Hydrate 可以說是明顯加上去的 一個最重要的例子 加得下去肯定就有它的特別支出 不會加完之後不效的 其實Sodium Boron Hydrate 和Lithium Aluminum Hydrate之間的比較 最明顯就肯定是 它們用起來的安全性 Sodium Boron Hydrate 是可以在水裡用的 但Lithium Aluminum Hydrate 一定要In Dry Eater 不用Dry Eater的話 你用水的話它會爆炸的 所以你寫Lithium Aluminum Hydrate 就要寫兩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是落酸的 為什麼一定要分第二個步驟 你試一下把它一起加上去 就是一個自殺的Mission 這個就是純粹的安全性 考的機會就會微一點 一直以來看到Sodium Boron Hydrate 之後我都不斷跟同學說 你不可以輕視它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它的選擇性 你把它加進了一些 原體酵母裡的時候 假設那個原體酵母 或者Ketone 而同時之間有這個Exit 它會選擇性地幫你 將那個Lithium或者Ketone Ketone reduce到Alcohol 但是那個Exit就留在這裡 那你可能會說 做少了東西不是會差了嗎 你看看我做的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我幾年前已經給同學做的 我們右手邊的Product 其實就是一個Aster 做Aster就一定要有Alcohol 和這個Exit 你看看左手邊我們的Study Material 只有Ketone和這個Exit 換句話說 我們就要將Ketone變成了Alcohol 而Exit就要維持原狀 而做到這個方法的唯一方式 就是透過了這個Sodium Boron Hydrate NABH4 舊的寫法就會,H2O 但是現在我們就直接寫它 AQ就可以了 那你react完它之後 就會變成了這樣的東西 既可以保持著那個Exit 又可以將Ketone變成Alcohol 在下一步我們就再加Console 然後加Heat給它 就可以做到一個Aster出來 我們再看一看 你可能會說 阿Sean出的題目 不代表考評局出 你都看到了 2020年的第29條MC 已經出了新鮮滾熱 這條題目裡面 我們會看到那個Compound裡面 左手邊的Study Material 我們會有一個Aldehy 還有一個Exit 而右手邊的Product 就是一個Cyclized 兩個環狀的一個Aster 你看到Aster也是那句 要有這個Alcohol 和Exit 但我們左手邊只有Exit 換句話說 又是我們那個 Sodium Boron Hydra 出場的時候 如果你用這Film Aluminum Hydra 就沒得玩的 這個東西 做完之後 就會變成了一個這樣的Compound 事後再怎樣把它變成了右手邊的東西 你大膽加Compound 然後再加熱就可以了 在這個位置上面 快快去跟大家看看 到底我們這塊東西 是怎樣看得到它那兩個環的 現在我螢光筆柔著的這一塊東西 其實就是這一塊來的 OK 它就屈了上去 然後然後呢 這裡的Axis上面 我就畫得清晰一點 它的形態上面就是這樣的款 然後Axis上面的OH 和Alcohol上面的H 就拔走了 然後然後呢 現在我用綠色不由住的O 和綠色不由住的Double Bond O 就構成了這個部分 從而就把那個Compound 做多一個環狀出來 那麼記住了 看完這段片之後 不要再覺得這個Sodium Boron Hydra 是弱點沒有用了 OK 我覺得這段片有用的同學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